我刚开始去新国大都EMBA的时候 可能去之前 我觉得我可能是带着一个愿望 希望是一个找钥匙的 确实在企业经营过程中碰到很多问题 决策的难点 业务拓展的难点 包括商业上的还有金融等等方面 确实有很多困惑 希望去那里找到一些答案 但是呢 可能去了之后部分会有答案 一方面是来自于老师 来自于知识 另外一个方面 更多的可能来自于这些同学校友 之间的一些交流 大家各自不同的背景 各自的成长的那些经历 经历过的一些事情跟你分享 会带来很多的一些启发 随着课程的深入 我觉得换了一个思维 我觉得可能就是 我来这里还不是来寻找答案 可能更多的是来找问题 因为你在上课的过程中 会把它映射到自己实际工作中 我原来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 如果多了一个思维方法 是不是会更好 还有就是我在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 可能不能简单地认为 他就是能够找到一个答案 他可能真的是不停地探索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可能到后面慢慢就转换成为 找问题 或者是说戴着眼镜来的 有可能是近视镜 有可能是显微镜 也有可能是一个望远镜 在这里会找到更多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觉得国大这边 还是给了很开放 很好的一些环境 这个多样性对自己也会有启发